唐山又一起重大事件 唐山女教授公开侮辱中国网民 校方通报将严肃处理 7月9日 唐山师范学院发布关于 石文英发表错误言论的声明 石文英 原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于2017年9月退休 近日 石文英在个人微博账号 就某焦点事件发表错误言论 我校对此高度重视 已成立专项调查组 将一计一规严肃处理 石文英微博账号为 爱特肖源立志与爱情 8日 其在微博中称 关于安培先生遇刺 我很庆幸 在我的微信朋友圈 没有看到欢呼雀跃的支那列登奴 道不同不相为谋 被指侮辱中国网民 后又称批驳他的网友 为道德败坏的人低劣 目前 爱特肖源立志与爱情已无法查看 微博平台给出的原因是 违反法律法规和微博社区公约 不赞成因安倍被刺而欢呼的人 但是此教授用了侮辱性语言攻击别人 大家都是半斤八两 五十步笑百步 身为教授更应该讲道理 教育那些走极端的人 而不是有辱斯文 出口伤人 百度百科解释如下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 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 在震惊之余大为陶醉 从此 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戴上了战胜者 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色彩 1913年又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 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呼称中国 对此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 1930年 国民政府还召会日本 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 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直到日本战败后 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 盟国最高司令部经过调查 确认支那称谓含有灭疫 故于1946年 责令日本外务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 裂根 是指长期养成的 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性 这名唐山师范学院的独教师 用支那裂根奴来侮辱同胞 说明他的跪舔 日本不是一天二天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中国文艺宣传阵地沦陷已久 不但有有毒的教材 还有这危害更大的有毒教师 网友深巴有毒教师社交媒体 发现他不但今日还严重地重扬媚外 中国抗击疫情期间 有毒教师社交媒体说 问英 美 法 德 义 日 韩 等国的朋友们安 看到你们在疫情中 勇敢 淡定 坚强 护爱 向你们致敬 为你们点赞 愿我们在灾难面前一起悔改 为你们祈祷 愿上帝保佑你们 愿你们在任何环境下 心中有喜悦与平安 身为中国人的有毒教师文字中 没有一点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尊重和致敬 反倒是对西方所有国家进行了跪舔 可以看出这名唐山师范学院的有毒教师重扬媚外有多严重 看这里 有毒教师社交媒体说 毛泽东思想还在考 我们的文化处在这样的态势 从唐山师范学院的有毒教师文字中 可以发现他就是彻头彻尾的重扬媚外跪舔族 目前唐山师范学院官方成立专项调查组 将一级一规严肃处理 不过全国人民不买账 网友坚决要求纪委和司法介入 严查唐山师范学院有毒教师石文英 剥夺他的一切退休待遇 其中